俄罗斯总统普钦的坐车 抵达北京人民大会堂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在门口迎接 两人紧握着手 好交情不言可遇 大陆俄罗斯经贸合作 从农产品 工业 能源 到高科技 寄生且广 两国建交七十五周年之际 双边经贸金额 去年也暴增至 两千两百七十亿美元 提前打证 习近平 普京会后 共同签署并发表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联合声明 宣告未来经贸 投资 能源和人文等领域合作 将持续推进 普京表示 他已向习近平报告 目前战争局势 习近平也表明 双方一致认为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是正确方向 自然而言 我向自己立即告诉我这个国家的情况下 我们是对中国朋友和学生的计划 我们是一个随时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随时的关系 来承设这些问题 并建立这非常接近的关系 和 Russia 正在使用一个大战的关系 和西方的关系 这可以能保持持续短片 尤其是因为很多国家的国家 非常恐怖 外媒BBC分析 普京希望获得更多来自大陆的支持 然而面对欧美国家 扬言制裁大陆企业和金融业的威胁 让习近平处境尴尬 这对盟友的关系似乎不再无上限 TVBS新闻综合报道